這是記者會啦 因為場地關係 應該是說記者會有一排長桌 我們郭博士剛剛非常賣力的 跟大家報告最新的調查結果 我想我們調查結果主要的是要給產業界 金融界還有政府單位做各種參考跟建議 我想在產業界方面 尤其是企業界總體方面 企候相關的 大家都非常重視TCFD 我想今年是有進步 但是相關的組織的策略 還有創新的策略 還有人才的培育 都需要加強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公司 現在都成立了永續長 然後整個氣候相關的永續的監禮 都到達董事會的成績 我想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重點就是說 在相關對於企業未來在營運方面 或是企業整體的未來製造策略 因應全球的這種消費趨勢 在氣候的實體風險 我們講說乾旱 這個Floating 或HIT這個部分 會影響氣候的決策 這個部分其實是需要強化 我想我們現在常常聽說 台積電說要找這個 相關的地員 地員正式相關的人才 我覺得企業未來面對的這一個部分 尤其在決策面 不是只有在因應TCFD面 都是需要賠這樣的人才 那我從我們調查數據裡邊看到 這個部分是需要強化的 那這個會延伸到 它的整個未來的策略 尤其在製造相關的商品的建構的策略 這個的創新會有一些落差 然後在政府部面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政府 因為國際的趨勢 這個C-BAN的趨勢 還有相關的碳揭露 所以現在是以大代小 可是我們從數據上調查看 可以看到其實是還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政府單位除了現在 從大代小的策略之外 怎麼樣來鼓勵企業 跟企業共同合作 來進行相關企業未來 在面對全球的這種氣候變遷 相關的轉型 相關的實體的部分 怎麼樣人才的培育 我想這非常重要 那實體風險可以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國際上 2018年有這個IPCC釋放出這個 就公佈出AR5 那我們台灣的這個國家房貸中心 就去計算 所謂TCCIP 那2021年8月這個IPCC又這個發布了AR6 所以現在TCCIP正在努力 就是國際合法房貸中心 還有中醫院我們跟徐旺宗教授這邊 還在進一步推估台灣的這個 我想童清明老師也在這裡邊 怎麼樣把國際的Global Scale Down Scale到台灣 那這個部分的實體風險 就是我們企業未來作為企業的決策者 必須要去能夠有判斷 有能力來解讀 所以我們看到其中很重要的數據就是 使用圖資跟使用情境模擬的企業 還非常的還需要努力 那當然這是一開始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未來企業在營運 不可能再委託顧問公司 來幫你做這個報告書 因為這個未來企業內部的決策 會面對你怎麼去判斷 怎麼判斷Froading 甚至判斷HIT 可能對電力的影響 我想這個都需要有越來越多的人才 在補助你做決策的思考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政府部門這個部分也來強化 那另外有一個點就是說 現在企業就是說 相關在這個所謂再生能源 他沒有感受到壓力 這個我們在再生能發展條例 第十二條第四項的 這個用電大物條款 這個使用5000KW以上的企業 需要建置10% 依據前年的企業容量 其實就是建置10%的這個 所謂in-store capacity 裝飾容量而已 我想這個還不夠 表示是企業沒有感受到壓力 所以政策上 應該還可以來強化 我想我們這個有機會 會再向行政部門來做建議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大概還有15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就開放現場的記者同仁 或是同仁來提問 那我們就看 我們再來請兩位博士來做回應 謝謝 好 現場貴賓 麻煩請舉個手 讓我們第一下麥克風給您 謝謝 好 請簡單 這個說明您的單位 或是 謝謝主持人 我叫楊繼華 我的專長是哲學 我想請教一下 貴單位的論點 都是現代性全球化 與後現代的說法 問題是西方失事 與修習底德陷阱 尤其是1450 817 論文門及寒蟬效應 乃為風險與危機 重重的環境惡化 惡烏戰爭 台海危機 及新冷戰精攻資料 非常地不貼明切國 尤叫人民及社會負擔 因此歸於高端白老鼠 租載及1351顆槍手 台灣有何未來 請指點 尤其是剛才的報告 就是在講永續發展經營 發現了那個關鍵問題 對於這樣的一個關鍵問題 你們如何回應 謝謝收聽與收看 謝謝 我們再收起幾個問題 再一併來回答 謝謝 這邊 招式欣賞 好我想首先先謝謝 就是台大風險中心跟富邦 還有聯合報系舉辦這麼棒的一個論壇 那我想剛剛前面 包括團隊所提出來的這些報告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他也指點了目前其實在企業界所面臨到的一個現況 那我想接續剛剛上一位這個發言者 他提出了多重宇宙 那我在想其實回來講的確 其實剛剛的這個報告裡面其實特別點出 現在在企業界事實上的確看起來像一個多重宇宙的狀態 就是說關心的人他其實一路走得很前面 那有一些企業其實還沒有感受到危機 然後一方面企業本身的awareness可能還不夠強 那當然剛剛我想博士特別談到 其實為什麼有些企業不行動 也許是因為他自己本身 目前經營的狀態成績還不夠了 他還要去對打冠等等 那所以對很多人來講 感覺他那個營收比較高的狀況 他就走得很前 所以回到我們現在談生活轉型這個部分 就是談公正轉型 我想特別聽一看這個 就是周老師這邊特別談到說 接下來針對在公正轉型 後面的那一段 是不是有些怎麼樣的政策建議 因為前面也許企業剛剛特別提到 不管用用電大戶條款等等方面 可以去push用強制力 但後面的公正轉型怎麼樣去做處理 我想聽一看您的一些建議 謝謝 我們是不是再收集一個問題 這邊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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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今天精彩的分享 我們都知道解決碳排放是現在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 在很多規格或是這些規定上面 事實上台灣不可能自己去訂一套遊戲規則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事實上 有必要能夠了解國際上一些主導機構的一些動作 或是他們的一些規範 包括我想很多產業都在算一些碳足機 可是這東西有時候必須要回到各個產業 他們才了解自己的這個inside imagination 然後怎麼去算這個碳足機 那我最近參加非常多的研討會 大家都在那邊算來算去 可是我是覺得還是要讓行家自己去算 比如說半導體產業 可能晶圓廠算晶圓廠的 封裝廠算封裝廠的 車廠算測試廠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我們應該動員工協會的力量 OK 那甚至他們的相關的這些 比如說晶圓製造或是封裝測試 有國際的一個組織 他們是不是可以在這國際的組織形成共識 這樣我覺得這個算出來的可信度比較高 那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那第二個建議就是說 我建議大家應該採取具體的行動 我們算的數字目的 是告訴我們說問題很嚴重了 OK 那我們應該take an action 而不是只是提供我在算數字 在做確信 就是我覺得do something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謝謝 好 我先從這個後面簡單這個問題來回應 就是說的確這個有關方法學的訓練 我大概兩個月前跟農委會這邊委託 我們台大的同仁在做碳會的計算 其實這個在國際上 光碳會的計算各種方法學 都還有一些不穩定的地方 其實都還在 所以這個地方的確是需要 政府部門需要公司 就是說工學會 然後還有產業部門也需要來連結 我想這也是一個公司部門 未來大家一起來合作 因為大家就是說光在國際上 在方法學上 其實還有一些不穩定的 大家都還在看找出最好的方向 所以這個的確是一定要來合作的 那行動當然是一定的 我想我們剛剛查了一下 我們現在在online上 已經有五萬多參與者 所以這個也非常謝謝 我們聯合報這邊 我們所想這是 我們今天的一個論壇 也是一個氣候行動 除了倡議之外 我們也做政策的建議 政策的分析 那也希望產業界拿到這些資料 可能能夠進一步往前走 那像初步的問題 我先讓雅婷來回答 好 謝謝剛剛與惠的提問 我大概簡單的做幾個結論跟回應 第一個剛剛有與惠者 談到多重宇宙部分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台灣企業好像分成了兩個世界 大型企業跟中小型企業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有補充一些的資料 好 其實從我們風險中心 有做的一些研究調查顯示 其實台灣的大部分台判責任 是在製造業 特別是以所謂的高碳排的製造業 以前十大 甚至所謂的三十大的企業為主 所以顯現的中小企業 它所排的碳 它其實相對來講 它的loading還有責任其實是小的 這也從我們調查中可以顯現 我們大概有七成是中小企業 也就未滿兩百人的企業 所以顯現這些企業 甚至我還有設計一個題目 我問他說 你有沒有聽過TCFD 結果這些企業竟然有七八成 沒有聽過TCFD 所以顯現各位在場的人 你們都是屬於比較關注這個議題的人 可是對於中小企業來說 他們其實所面臨的也不管是壓力 還有資金 還有他們所理解的什麼叫TCFD 可能連聽都沒聽過 更遑論他們要去做它 所以我們的中心的建議是 從製造業大型企業 它應該先付出責任 然後它要帶起它供應鏈的大小的一個廠商 所以要它認識什麼叫做TCFD 裡面有涵蓋很多 就像童老師所說的 它有涵蓋很多的一個科學的研究 它必須要去經濟的計算 甚至它要去了解它對企業的財務的衝擊的程度 這個部分也是像剛剛的一個 各位在場次一所聽到的 它其實裡面有含有很多的一個知識的含量在裡面 也不是說我們現在簡單的一個跟各位報告 但是這樣報告重不重要 回應剛剛的一個與惠人說的 督商品之前 我們必須要知道整個畫面 我們要知道整個台灣企業的情況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對症下藥 以上簡單的回應 我們在今年度的900家裡邊 調查裡面有7成是中小企業 那在129家有進行TCFD 只有4成是中小企業 那中小企業 所以現在面臨一個政策的問題 跟中小企業的一個來因應這個國際 因為中小企業是會在分工鏈 國際的分工鏈底下 所以在這個架構底下 我們怎麼面對台灣159萬家的中小企業 那製造業有15萬家 這15萬家有多少中小企業製造業是屬於 所謂國際分工鏈底下 它必須要進行碳揭露跟碳盤查 我想從我們這邊的數據裡邊 其實還有非常多值得政策 跟企業這邊來做調整 現在政策我再說一次是一大太小 我想還要再往下走 這是一個部分 那趙博士問到公正轉型這個部分 我們去年底也有發布公正轉型的問卷 事實上發現了一個 因為我們問的是高碳牌產業 相關的經理跟員工 對公正轉型的態度 那個數據跟現實的是蠻符合的 就是說經理人比較已經意識到 會有公正轉型這個議題 那我想各位知道 就是像蔡董事長今天早上提到 這個淨零轉型 無論在能源的轉型 會有能源貧窮的問題 產業的轉型 譬如說高碳牌產業要收起來 要轉型 員工的權益 會不會有失業的問題 然後運輸近零對不對 這個會不會有大小修車廠 無論機車廠或汽車行 會有遇到困境的問題 我想這是台灣下一步 要面對很大的難題 在那一份問卷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高碳牌產業的經理人 是有意識到這些都會衝擊到他 因為他是作為部分的決策者 參與者之一 可是勞工是沒有意識的 那我在剛好在上個月 在一個座談裡邊 遇到這個產業工會的一個秘書長 他說他的觀察也是這樣 就是說勞工基本上在他們那個 這個產業工會裡邊 有意識的只有他 那這個會遇到一個大的問題 就勞工現在沒有意識到 等到他意識到的時候 衝擊已經來了 所以如果我們不及早做準備的時候 未來一定是面對勞工的抗爭 所以在淨零轉型 一旦遇到社會跟勞工的抗爭 再轉型企業又遇到更大的難題 所以我們在做學術上在做調查 不是只有看數據 我們必須要看到這個征後 所以大家要進一步來做相關的準備 所以我想這個是在相關的公正轉型部分 那這位先生提到的這個 所謂的多重的危機 多重的風險 其實大家記得 2011年311福島事件 就有一個所謂的convergence risk 這個所謂的多重風險的概念 那今年的WEF報告裡邊 他們特別用一個叫poly crisis 就是多重危機 那今天全世界包括產業界 包括社會 面對的不是只有COVID-19 不是只有氣候變遷 還有老化社會 還有二屋戰爭 造成糧食危機跟能源危機 我想現在整個格局已經變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說 大家可能要不斷地去review 新的一個發展趨勢 提出架構性的發展方向 然後修正 進行動態的修正 我想這個就是回應您剛剛提到的 各種台灣或是全世界各國都挑戰的問題 還有一個法律問題 我們請李慕馨博士來做 關於法律的部分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從剛才的報告者 其實有提到所謂的系統風險的概念 然後剛才第一位提問者也提到了 就是說有多重風險 那我講一下其實台灣其實現在的 整個這個近零轉型的局勢 其實是非常嚴峻的 我舉例就是說 以這個Corp 他們在這個2030的這個減碳的目標 大概可能都已經到35 但是跟各位報告 台灣2030的這個減碳的目標 大概才設定到24 那從我們台大風險中心 今年度的這個 對於企業調查顯示就是說 台灣企業在做這個轉型的時候 它的轉型動機還是蠻被動的 就是說它可能是一個法規驅動的部分 那扣連到早上這個 鄭副院長鄭文燦副院長 他所提到目前就是說 台灣在做近零轉型 其實除了這個科技研發 但是另外其實還有這個氣候法治的部分 那我想跟我們今天整個這個論壇的主題 比較有關是 就是關於這個法律的轉型風險的部分 那我回應一下剛才那個趙博士的提問 關於那個生活轉型跟公正轉型 我就補充一下這個 在企業端就是說 針對這個用電大戶條款的這個部分 我們之前其實在很多地方政府 它的這個管制的程度是更嚴格的 中央其實是已經很寬鬆了 所以我為什麼說台灣現在的轉型其實是非常嚴峻的 就是說除了我們早上上午場所提到的這個資料庫的建制 所謂的資訊基礎建設之外 我們其實另外面對的是整個這個法律基礎建設的這個部分 那有涉及到其實是這個 剛才我提到企業比較是用電大戶條款 那另外跟再生人員發展條例 跟這個生活轉型比較有關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立法研議的是 在新設的這個建築上面 我們要設置這個屋頂型的太陽光電 但是我想在整個立法審議的過程中 其實還是有面對到蠻多的這個主力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台灣其實很有發展優勢 就是說在這個整個淨零轉型 如果搭配整個數位轉型 我想可以更促進你所關切的所謂的生活轉型 跟公正轉型的部分 然後再來回到就是說我剛才講到的法律基礎建設 我想扣連到今天整個論壇比較關切的 其實是整個氣候資訊揭露的這個法制 那我特別要以這個 所以我如果就譬如今天金管會的這個行政官員 也有來到這邊 我想其中有涉及到這個公司法 還有這個證券交易法 這個如何修法的這個部分 我為什麼要這樣提 就是說譬如從很多年以前 我們就會撰寫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企業社會責任的報告書 但是那時候比較是用一個非常智揭露的方式 但是大家如果看到最近金管會 他當然會透過很多的這個比較軟性的 譬如很多指引的方式來引導企業進行轉型之外 他其實譬如他 我以這個證交法執法為例好了 譬如這個永續報告書的作業辦法 為例好了 他原本是一個比較是這個金管會的 比較可能是屬於比較 內部組織的這個行政規則部分的這個層級 但是他卻用這個作業辦法來規範就是說 譬如企業要做這個資訊揭露 所以我的意思說這個在法律的層面 其實有一些法律保留的問題 或是說需要進行整個氣候資訊揭露法制 一個整體建構的這個問題這樣子 對那我以上先回應到這裡 謝謝 我們大概還有一兩分鐘 沒有比較emergence question 或是有一兩個問題 這邊 你剪短 那我們再剪短 大家好 我是蔡文培 代表台灣青年永續辦的協會 剛剛提到青年人才這個問題 今天很謝謝主辦跟聯合 因為我們看到永續論壇 都沒有再提到人才跟青年的方向這樣 那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第一個就是 我們看到青年其實在面對綠領人才 或是說相關招募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招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然後另外進到職場上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 不論是填報表 或是說有很多互動上面 我們都覺得 工作跟原本的永續上面是有落差 青年對永續其實是種使命感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前面的問題我想要問的是說 企業對於青年人才的方向 那個策略會是什麼 因為剛剛提到的策略其實沒有那麼飽滿 或是說意識沒有往這一塊去推動 那另外一個問題想要請教的是說 其實青年世代可以更多做是社會溝通 那其實看到市場上有非常多證書 或是說撰寫報告說的能力的培訓 那剛剛提到的可能對於氣候人才等等的 那想要請教就是 我們對於青年人才或是說氣候人才 這一塊的定義會是什麼 是現在市場上看到那個方向嗎 還是說可能是新的社會溝通 或是說更多人跟夥伴關係的方向 謝謝 我們請郭博士來做簡單回答 好 謝謝您的提問 我們大概也跟大家補充一下資料 就是我剛剛有說其實 我們中心有去詢問的說 這些受訪企業 您是不是現在有氣候相關冷產 結果你們會發現到全體來說 近南京有兩成 還有兩成這樣氣候相關冷產 雖然有做TCFG的企業 是相對來講比較高的 顯現台灣其實它在氣候相關冷產 它其實是有很大的缺口 所以回應剛剛提問的先生 就是我們其實除了做量化的調查之外 我們中心也有去進行各樣的一個企業的訪談 這訪談的一個產業其實涵蓋範圍很大 包含從鋼鐵 水泥 也就是所謂高碳排部分 甚至金融部分 我們發覺歸納一個趨勢 其實人才的部分 我們發現企業它希望的是一個激戰力 我們在訪談的結果發覺到 企業它希望 因為它馬上迫切面臨2023年就要提供這樣的資訊 所以我會給您的建議是說 對於現在現有的一個學生 我會相當建議他去修這樣的課程 包含像童老師在台大還有其他學校 他其實陸續不管是協會還是大專院校 大家都看到這樣的趨勢 所以我會建議您去休息相關的這些課程 也就是所謂永續管理方面的部分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 不是只有比較泛泛的知識 它就像童老師剛剛早上有提到的 它需要很深切的一個量化的技巧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休息更多 不是只是我知道這樣的知識 我知道這樣的現象 你必須要有能力去解讀 就像是早上的餘會者說的 你要知道Data在哪裡 你要去把它轉成Information 你要把它變成知識甚至策略 所以換言之來說說 我們對於現在的一個青年 我們也知道這樣的焦慮 所以我們中心持續都要在做這樣公正轉型 希望可以帶領的大家 我們不要只是看到我們只有人才缺口 而是我們能夠幫助大家看到問題的現象 我們能夠去Tag Action 我們可以去做更多行動 所以我會建議您如果會後有什麼樣的訊息 有什麼樣的疑問 你可以多問 其實大專院校或是各個協會 其實都有舉辦這樣的Information 給您參考 謝謝 我用最後30秒回答 20年前是整個生物科技Rising 所以非常多的各國的大學都會轉成 叫做生物相關科技的學系 那現在對台灣是一個半導體的事蹟 所以我們不能現在不只半導體 現在還有淨林 所以我們會在政府這個部分建議 現在不應該只有半導體學 在面對淨林 其實大學應該更動態更彈性地 來面對淨林這樣的一個各個面向發展 無論是商館 無論是氣候的實體訓練 相關的館裡面 社會科學裡面應該都要有一個中和性的一個 這個我當然我們會在台大校內 我們也會跟這個教育部來做建議 那建議您也可以到這個行政院的這個 所謂的青年諮詢委員會 請他們跟這個教育部跟行政院來做提案 我想整個教育部這個部分需要動起來 好 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們下午是一點就開新的session 所以我們這一場記者會就先到這邊 現在相關的資料就請記者同樣 再到我們網站上來索取相關的資料 好 謝謝各位 的回憶 我在熊